给大家看一下这辆本田雅阁 这辆车是混动版的 看一下底盘好不好 这是它的刹车盘 这是曲轴皮带轮 这个车是混动版的 所以没有发电机皮带那些东西 然后这个是空调压缩机 日本电装的品牌 这边是红色的高压线 这个压缩机是电动的压缩机 很贵的 这个是三元催化 给大家看一下左边这个悬架 下摆地是铝合金的 用料还可以 但是这个阳角就有点 差劲了 虚然用的铸铁的 其实也应该用铝合金的 轮胎内称的挡泥板 用料还可以 不是那种塑料板的 对隔音有一定的效果 这辆混动版的轮胎 用的是优科毫码的 2354518 这尺寸还算可以 由于这辆车是高配了嘛 混动版的 轮胎用的还可以 这是它的后悬架 弹簧 后元宝梁 还是挺粗壮的 后轮阳角也是铝的 但是为什么前轮没有采用铝合金 这有元宝梁 老娘的位置还做了一个加强键 给大家看一下这辆车的底盘平整度 说实话 我觉得雅阁的平整度在B级车里面 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 这是我见过所有B级车里面最平的了 而且没有之一 非常的平整 而且格局相当合理 看到没有 真的 这样封阻系数很低的 这底盘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排气管太向下了 很容易刮到排气管的 这个有一点不好 那么没来就还换了 你总会看到没那个 你看看 那么再只能这些 在这边 里面 编曲 一头 我下车 下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